一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,与其良好的习惯相关,也与其精神状态有关。 众所周知,人的状态与个人发展是息息相关的,不同的状态,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。 比如心情不好,状态不好,往往会导致乌露天逢连夜雨,一个人气色,心情都加实,往往好运总是层出不穷。 所以认真改变我们的状态,审视自我发展的迹象,往往有时也会发现自我人生的走向。 当你拥有这四个迹象时,预示你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好。 心理学,方向,一,转转了自己的方向,建立内在的秩序感方向,比努力更重要。 如果有一天,你转转了自己定位与方向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预示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。 方向正如跑道,一个人只有在正确的跑道上持续努力的时候,才会产生正向水门,也会拥有更多的机会。 看起来,每个人都在忙碌,再有方向的忙碌与没有方向的忙碌是天让之别。 一个人若是知道自己要什么,并朝这个方向努力,而且感觉,思想,行动都能配合无间,那么内心都和谐就会自然涌现。 我们强调的天人合一就是这种方向感的涌现,它往往来自我们清晰的人生规划,请记得去探索去挖掘自己,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 然后,每天试着为自己目标做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坚持下来,你会感觉一种完全的充实与价值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当你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,无论在哪里,做什么职位,都是为自己工作,因为你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绝行的人。 系理学,规律作息,二次寻自己生物中,生活变得更为有规律有规律的生活,也是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的极限之一。 规律生活能让我们保持良好的精力与体力,在面对压力的时候,也会更为从容,同时也能为我们大脑创造绝佳的状态。 热闹并不是机器,不是我们想让它高效工作,它就能进入高效工作状态,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物中,这种生物中是我们大脑的能量状态。 当你遵循自己生物中时候,才会让自己心理能量保持最好的能量。 这个时候,我们工作还是判断与决策都是最佳时机,效率与结果往往也是最好的,自然而言也会带来好的结果。 系理学,人际关系,三,拥有更有爱的人际关系。 每个人需要人际关系,心理学发现,人脑的构造先天,让人需要并享受社会合作。 如果我们拥有良好健康,有盈利益的人际关系,往往能让我们更加健康,更有创造力。 什么是更有盈利益的人际关系? 就是指心理能装得下他人,懂得为大家共同目标,而展现的一种合作技能。 曾经有一个系理学家蒙洛迪诺发现,人的首要特征不是智商,而是社会智商。 人类这种独特能力,是人类能创造这么多积极的原因所在。 一个人在一个更有爱的人际关系中,无论是做事还是被需求感动是非常强烈的,也会产生更更多积极的意义。 很多人的不幸福来自缺爱,真正拥有爱的人际关系,能帮我们更好地感受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。 这种爱的关系,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,都会唤醒他内心的斗志。 请注意,我说的是一种真正的爱,而不是一种为了你好的被动的爱。 还记得出了那些小事,讲述你主人公,就是因为爱上一个优秀的学长。 后来点的越来越优秀与美丽的故事,某种意义上来说,真正美好的爱呢,让我们的人生更有希望与憧憬。 心理学,回归自我,自,不再过分攀比,找到自我发展节奏,语气临约限于,不如退而结往。 当有天,你不再刻意攀比别人的生活,而是懂得回归自我的时候,往往你身上更具有定力,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也会拥有更好的走向。 有一种人的自信,是在和别人的比较中摧毁的,有一种自卑也是在比较中产生的。 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好,而是你忘记了拥抱自己身上的好,你忘记客户内在的自己,你需要是更多肯定自己,更多从自我身上找到成长的力量与方式方法,因为这是属于你独特的节奏与成长方式。 前不久,有一个学员告诉我,他终于不再陷入被他人评价自卑中,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。 他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意义与价值,一个人只有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与回归,才会唤然一心。 总的说来,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多次的迹象告诉我们,只有灰灰自我身上,重塑自己内心,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,与自己的方向感与目标时,你才会豁出全新的自我,你的一切也会越来越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